我送了礼物你还喜欢吗 我爱你 我要给你伤孩子 什么都可以吗 我真的说了 他终于要和我正式聊天 我想加薪 由陈兴旭 张若南领衔主演的都市爱情 清喜剧 你也有今天正在播出 欢迎订阅 每日解说精彩剧情 自从承瑶多次被前衡维护后 两人间的感情就产生了异样 承瑶发现前衡其实还不错 不仅帮她解决了狗狗的问题 还总是照顾她 再一次出差时 承瑶差点没把持住自己 对前衡起了邪念 回去后又差点被客户前规则 前衡知道后 直接力挺承瑶和客户解除合作 有一次承瑶母亲到来 把前衡看成了承瑶的小白脸 而前衡则借此摆脱了家里安排的相亲 为了让承瑶假扮自己女友 故意怪罪承瑶 让承瑶同意随自己回去 应付自己28岁的生日 可没想到的是 承瑶送礼物的时候却出问题了 厂家把别人的告白礼物 寄给了前衡 害得前衡误以为承瑶表白自己 于是前衡就开始心动 对承瑶各种明示暗示 最后却发现是误会 可已经喜欢上承瑶的前衡 却想让承瑶追自己 于是两人开始了一段时间的拉扯 最后走到了一起 在前衡的帮助下 承瑶的工作能力突飞猛进 而另一边喜欢前衡的女配 非常嫉妒承瑶 直接陷害承瑶 加上前衡坚持她的不婚主义 最后两人直接闹掰 承瑶辞职和前衡分手 分手后的承瑶 受到很多人的追求 气得前衡放弃了 自己不生孩子的原则 各种苦肉计 求得承瑶原谅 两人结婚幸福一生 我们下期再见